订阅傑斯频道, 赞, 和分享我们的视频 集结力量, 为自由攜手守护镇上 很多香港人一提起股思摇 应该都会想起台棺材那位 或者还有记得台棺材旁边都有 通常都有长毛 通常都会看到他们是六四、七一、十一 所谓的过时过节, 就会台湖棺材出来 或者还有少部分的香港人都会记得 他的组织叫做四五行动 我们的围来就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 因为他们走出来都是四五有左右 每次都是 从来都不在乎有多少人陪伴他们 或者他们可以召唤到多少人出来 几乎都召唤不到人出来 这就是很多香港人眼中的股思摇 我认识了股思摇大概接近二十年 其实不算很久 因为他也77岁的一位老人家 我身边有很多人认识他 或者和他一起作为战友 绝对比我更加久 可能是四十年、五十年 那...就... 这个是2月5日 股思摇又上庭了 那... 说法庭新闻 最近大家都会留意黎智英 但是... 应该没什么会留意股思摇 那... 我眼中的股就是一个很执着的人 很坚持的人 那... 其实... 有时候... 其实都不知道我一个人 有时候... 就... 身边所有人都会跟他说 阿股... 今天又... 健康又不一样 不要再... 就是... 不要跟他再硬尼啦 那... 明知... 就是... 你走出去一游行示威 那就一定又会再拘捕你 那... 就是... 坐少些牢 不如好过啦 那... 就是... 就是... 那... 那... 我记得... 我自己坐牢的时候 我都大大话话在赤柱里见过阿股两次 就是... 又出... 又进来... 又出去... 又进来... 至少两次 那... 那... 我每次见到阿股... 其实... 都是... 在医院那里见到他 那... 他... 几乎整个刑期... 都会在... 赤柱监狱的... 医院那里... 就是服刑的 那... 我很多时候... 我自己做一些... 定期的检查 那... 我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我会去医院一次的 那... 其实都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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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谷自己私底下就说不要担心我 我进入去其实就更好 因为我有直腸癌 所以进入去反而还可以检查一下 但我觉得他只是安慰身边的朋友 但是我们没有人能劝他 其实久而久迟大家都觉得有理就算了 2月5日他又上庭 现在也不能保释 又继续还压 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压在哪里 我还没收到 可能是荔枝国或者赤柱 不知道了 这次这件事也是很荒谬 发生在一个多月前 即是去年的12月 区议会选举之前 其实阿谷是很根据规矩的 就是在这件事里面 他本来想着 好像是12月8日或者9日 做一个游行示威 因为区议会的选举在12月10日 他早到大概到12月3日至4日 他就去找一个选举的主任 然后就直接通知对方 我多少号呢 我就会来示威游行 我会拿些什么的环颜 我会抬棺材 我会在棺材上写了什么的口号 或者到时我会杀鸡前 全部都给对方听 然后就... 最后这个游行 究竟有没有做到 最后是没有的 在游行出发之前 就由两个国安 就跑去他在长沙环的家里 就拘捕了他 那... 现在控告他的是什么呢? 就是需要读一下 控告他就有... 几条罪 包括... 全部都是一些煽动意图 其实笼统就是 告他企图善惑 企图这两个字 真的很可圈可点 因为... 当香港政府到今天 仍然说 大家都有游行集会的自由 香港的人权 香港人的人权 没有被剥削 在国安法之下 没有被剥削 但是... 其实... 阿古就用他的行动 去证明这些是谎言 他真的连游行都没有开始 然后原来除了煽滑 还有一条叫企图煽滑 然后... 告他那些判断 昨天在法庭上读出来 都读一下给大家听 分别有五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叫做 引起憎恨或藐视中央 及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或激起对其的离叛 这是第一条 你听完已经不用我解释 应该很荒谬 第二条叫做 激起香港居民企图 不寻合法途径 促致改变其他在香港的 依法制定的事項 第三 引起对香港司法的憎恨 藐视或激起其对其叛 第四 就是煽滑他人使用暴力 还有 第五 就是疏离 总之都是涉滑 他人是不守法 以及不服从合法的命令 如果你听完这五件事 我想你也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原来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香港人真的 每一次都知道股思瑶在做什么 我想这几十年 大家都会对股思瑶 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甚至在很多香港人的心目中 甚至觉得他是傻佬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在我们认识的股思瑶 其实一点都不傻 他也不是瘋 他只是有一份坚持 我记得 19年之后 其实我多了接触股思瑶 以前我通常都会 游行集会 或者社民连一些活动 看到股会跟他吹吹水 但是19年之后 就多了一件事 就是 我在我没抓的时候 或者甚至长毛没抓的时候 那 我们都会 特别是探快必 因为快必是早早已经进去 有时我也会和长毛一起探快必 去荔枝角收纳所探完之后 通常都会探谷股 因为股住在长沙环 很近荔枝角收纳所 限10分钟左右 然后 他住的地方 其实是相当恐怖 住在宫下的地下 有时我去到也不敢出声 因为我没有理由出声 因为 我想以前和他少接触 就是因为 怎么说也好 坦白说 我和他都是两个阶级的人 是不是 不是 带有什么鄙视 但是 我们的确是两个阶级的人 后来 2019年之后 有时我都会探完荔枝角的手足 或者快必 然后就去探一下他 去到他的家 其实我最害怕的一件事 因为我很害怕荔枝 他家里有很多荔枝 大的、小的都有 一路坐 他会很热情地招呼你入屋 坐在那里 沖一杯茶给你喝 其实 那个卫生环境 他家里已经是非常不理想 还有 一只猫 你看到猫 就知道主人是多么一窮二白 因为他的猫瘦得很厉害 一路坐在那里 就会常常有很多荔枝 爬来爬去 其实我很害怕 但是我又不敢出声 有时跟长毛去 长毛都知道我很害怕 很害怕荔枝 接着这几年 都会 偶尔中 都会接制一下他 还有 我特别很喜欢 买一些 那些 很有 很厉害的营养的奶粉 就给他 因为他真的 没有任何的补充 对他的健康 他的 腸癌 其实都差不多 都已经去到尾期了 到现在 所以 就是顺着他 所以我们都尽可能 看到他 就会 带一些营养的食品 给他 所以 但是 仍然会见到 这个人兴很坚持 其实他有很多故事 如果你说关于台棺材 关于其他 在过往的十几二十年 西环 就常常都招呼他 西环都有特别的人 常常会去探望他 通常都会在过时过节的时间 例如六四 前夕 十一 七一 这些前夕 就会去探望他 探望他做什么呢 就是 就是 在香港 如果在大陆 就会尽快送他去旅行 但是在香港 他们就会哄他 因为 阿古 其实 阿古 你以为他单身寡佬 其实他也有老婆子女 但是他的老婆子女 其实都离弃了他 现在住在大陆 所以西环 经常会有人来 来骗骗骗骗骗 跟阿古说 不如 你不如 连年都说 说极也不厌 就是你不要再去台棺材 不如 即是 六四 七一 十一前夕 不如 我们赞助你 不如你回大陆 探望你的家人 但阿古 是从来没有一次就范的 因为聪明的都不会上去 上去还可以回来吗 而且 就算上去都不会靠你赞助 所以 每年都只是说一句 说完就算 总之 西环有西环说 他也有他听 但是 你也傻 那一只 很多这些东西 依然继续在那儿抬棺材 这次 其实他也是 在昨天的庭上 也说了整个被捕的经过 两条黑警 国安 其中一个名字 真是 真是 其中一个 名字是17534 根据法庭 所以没有揭人私隐 这个人 国安的名字是 陈超敬 真是 很近的 陈超敬 真是很超敬 你老爸怎么跟你改名字 真是值得你做国安 真是 一出生就已经是整个国安 那这位陈超敬 其实跟他的同袍 两条黑警去抓他 讲述的经过 那天要记住 再要强调一次 古思瑶是没有去游行的 然后在法庭上呈现的一切证物 就是在他的家里 所以 再说 如果 就算说他真是犯罪 犯善惑 但是你也要先让人犯了 但是他其实 连出也未出街 那些证物 全部在他的家里搜到 包括 一副黑色的棺材 上面写着 一国两制送殡仪馆 爱国爱党 就能分成一个议员 是写到这些东西 而且有一块白色的膠板 上面写着 热烈支持制裁香港49名 惡棍官员 但是 支持制裁是有些惹事 但是你出街才说 但是没有出街 再强调一次 然后 根据两个黑警说 古思耀在警戒之下 古思耀是很合作的 他仍然都会和那两个黑警说 自己原本打算 今天是10点钟出发 11点钟到达选举事务处 抬棺材示威 届时 我古思耀就会发声明 以及叫口号 叫什么口号呢? 古思耀是说出来的 包括打到共产党 结束一党专政 爱国爱党食屎都发达 一国两制送殡仪馆 爱国爱党分到一个议员做 政府倒退就一个甲子 包括等等这些口号 我觉得香港人听完 虽然大家都从来不会关心 就是古思耀的游行 古思耀的游行 究竟带出了什么讯息 他有什么口号要叫 我觉得在今时今日 刚才说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让你你够不够够不够够 让我都未必够够够 让我够够够够够够 很多今天仍未坐牢的民主派人士 今天仍在外面 大家都收了声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还够不够胆跟着古思尧去喊? 古思尧就是继续坚持在今天的环境 都是继续去喊的 所以我觉得是否应该值得大家敬重他一下 记住香港也震惊有这个人物 就不要再当他傻佬那样 陈超敬这位黑警就在庭上解释 他的解释是极度荒谬 他就说 以上讲的这些字句都是大有煽动性 以及会激发他人的暴力 或者是非法行为 我真的觉得 你有没有搞错? 阿古在香港 在香港示威了几十年 我想从来没有煽动过他人有暴力 或者是非法的行为 有非法的行为都是他自己 自己做自己受的 昨天的 法官苏惠德 问这位陈超敬黑警 就问他你心目中暴力行为是什么 陈超敬黑警就说 在棺材自据标语牌上的制裁 就是阻碍干预破坏 有机会在现场造成示威行动 激发附近的人 有暴力的行为圈蛙 有机会令到选举事务处造成混乱 这些全部都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 而最终的官员也可能会接受 然后就会构成善惑 或者现在告他们的企图善惑 所以你说多荒谬 荒谬到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你们这些事情 一切都是想出来的 当时人的被告其实所有事情都没做 不过是你幻想出来 你说他做了你才再说 但是连做的机会都不给他 你就已经拘捕他 然后就告他企图 会可能构成这些阻碍干预 破坏 等等的行为 我觉得香港是不是今天就是这样 去到今天这么荒谬的 情况 但是股思潮就很正 股思潮上法庭又是一绝 我们社民研其实好几个都是这样的 以前 譬如曾建牛那些也是 上法庭就不会请律师 那官员其实通常都会 再三去问股思潮 就是说 那些文件很复杂 你真的看不看得明白 法官就会建议他 你最好请回律师 但是股通常都会回答他 不用了 法官大人 我是自辩陈述的 所以他真的很厉害 所以你怎么会说他是傻佬呢 不是很多人可以在法庭上搞得怎么样 但是股就很有这些 经验 昨天在法庭上他仍然一如既往 他提及到 他又到他自己在那里 扮自己律师 他又继续讲 他最喜欢借这些机会 我觉得很值得读一下 他昨天在庭上讲的 给所有香港人听 他就提及到过往 他说 喂 你今天拉我 我还没做 不要纵莫讲以前 以前 我逢六四 七一 十一 二十三条立法 都会构思行动 他直接说 不是做棺材 就是做花圈 不是做花圈 就是做坟墓 他说 刚刚这一次 抗议区议会选举这次的行动 其实在截止报名的时候 我已经扣私了 他真的很坦白 OK 但是因为 我那时候做了那副棺材 国安就没收了 那次国安就没有拉我 不过是没收了那副棺材 所以我才拖到来12月才行动 其实我一早在 区议会截止 报名截止的时候 我已经想做了 这样 他说 因为区议员 的名单是由政府委任 清一色都是爱国爱党 近亲繁殖 认为就是剥夺香港市民的政治权利 形容是小圈子中的小圈子选举 所以打算就去选举事务处抗议 那是不是 大家听到是不是 要多谢古思尧 其实 他也是说出市民的心声 香港市民的政治权利被剥夺 今天有哪个人有帮你们出声 OK 还要是在香港这个土地里面出声 是不是比杰斯更加厉害呢 OK 所以 大家应该多谢他一下 在庭上播出一些 他的录影会面 和黑警的录影会面的时候 他也有指出的 这些行动、构思、设计、制作棺材 全部都是我自己一手一脚做的 事前也有透露一下 我这些行动 给我的社民联成员 知道一下 但是没有他们的参与 他又认为 就算 之后 社民联的兄弟 其实社民联的兄弟都会劝他们 不要搞 但是他说 怎样 就算之后被国安检控 或者继续坐牢 这些事情我都不会再考虑 我仍然会继续做 这样 这个在录影会面那里 展示了出来 他说 至于为什么要制作棺材 在庭上也有说 他说棺材的目的就是用来侮辱 和谴责政府 很白的 他说 并且希望 告诉全世界 和香港市民知道 中国全面管治香港 不论民主人权 各方面都会大倒退 特别是中国政府打压人权 香港民主政制 等等 将香港搞到 现在今天 一潭死水 搞到懒容容 这个 政府棺材 就是要让全世界 和全香港市民知道 今天真的不会有反申之日 这就是他的使命 他不是傻佬 OK 他是真是想 无论你 多谢他也好 不多谢他也好 古思尧正是很想作为一位香港人 说出今天 起码有几百万香港人的心声 OK 但是这个风险 是他一个人要承担的 所以我觉得 阿古什么时候都是一个伟人 来的 然后呢 就去到这个 陈池 有结案陈池 其实他昨天在庭上的结案陈池 是多次被法官 苏维德打断 但是到最后 他都几乎 说了下来 首先他跟法官大人说 古思尧就说 所有整个案情 没有任何争议 他的形容就是 千真万确 OK 但是他说 他要指出的就是 自己只是打算 抬棺材 抗议 而在 这个住所 即是在新浦江公下的门口 在这个门口上 扑了一副棺材 写着 热烈支持制裁香港49名恶棍官员的直翻 是没有打算带他去示威的 这个 因为这句比较敏感 所以 古昨天就说 句句我都承认 我亦都有 但是你要记住 就是告诉法官 你扮傻也好 真傻 假痴也好 但是我就讲清楚 给你听 这些所谓 在庭上的证据 全部在我家里 是搜到的 那你在我家里搜到 不代表我一定是拿出去的 而这一条热烈支持制裁香港49名恶棍官员 我是不准备打算拿出去的 然后苏惠德就告诉他 我不会针对某一条某一条来定罪 这样都回答他 然后就到这个 古思瑶的结案层次 我原封不动 也截录了一些 读给大家听 我觉得 我觉得是有需要让很多香港人知道古思瑶说的什么 在他的结案层次他说 中国和香港政府炮制国安法 这个大时代 大灾难 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大开杀戒 将民主、人权、自由 开堂破土 送神归为 他也举了这个 民主派47人案被告 现在都未经审讯 已经坐了几年监为例 他说 现在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 说你有罪就是有罪 没有罪都要安排一个罪名给你 他说无论怎样都好 他和法官大人说 古思瑶和法官大人说 他说无论怎样都好 今天面对法庭对我的审讯 我都会积极面对 我都会积极面对 马加列医院对我 直肠 直肠肾癌的治疗 随时都准备回到 陈教署 对我第14次 坐牢 作出的安排 坐牢会越坐越聪明 最后 既然表面证功成立 等候求情陈词再说 多谢法官各下 这个就是昨天 古思瑶在他的庭上 说出的声音 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呢? 我觉得 古思瑶也很想香港人知道 究竟他 想释出什么信息 我想 古都很想香港人知道 他其实也想透过 这些过程 去说出香港人的 今天的心声 所以 我觉得 我是需要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位 我很尊敬的朋友 我不敢说我是古思瑶的好朋友 因为我觉得 我没有资格做他的好朋友 但是我很尊敬这位 老长辈 一生都是为了香港 大大小小的事情 在港英年代也好 今天 已经变成中国领土一部分的 one of the cities in China 的香港也好 他仍然都是 选择就是继续发声 从来没有想过离开 也都 不要紧要了 危险不危险 都没有所谓 不死就大半世 不死就大半世 所以他也是从一而终 继续 帮很多香港人 说出今天不敢说的 所以很希望大家 继续去关注 股思瑶 这次又不知道要坐多久 通常都是 一年半载 股思瑶 股思瑶 越判越重 可能又 差不多接近一年 如果 大约一年之后 大家见到股思瑶 出来 帮下我手 OK 见到股思瑶 至少 给他一个拥抱 甚至可以 买一些食物 营养食品 送给他 起码 尿表一个心意 告诉他 阿鼓 香港人 也是遇上你一份 感谢